Hello, 大家好, 又是Ivan, 来到5仔的频道,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和财经的资讯 最近我看到Yahoo一则新闻说一个 60岁的妇人在银行买了一些理财的产品, 陷入了一个陷阱 令到她想取消投资, 也取消不了, 变成她在威胁, 要自杀在银行那里 哇, 真是很恐怖, 她听闻声称每个月供8千元的投资 当然, 因为投资失利, 廢刀, 威胁, 要自杀, 结果被捕 想投资, 想赚钱, 都要搞到要自杀, 真是很恐怖 当然, 没有人想见到这些事情, 包括很多时候 人们投资高风险, 什么JPG 投资一些相关 货币挂钩的东西, 很多时候 都未必会取回本身, 甚至会虚钱 令到很多人都非常提心吊胆 本身可能有人想着, 喂, 银行 老字号, 银行不会出事, 结果 都相计, 因为客人被推销 销售, 也有机会出事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说的几个话题 就是高息存款的陷阱 是否存钱在银行 银行不会出事呢? 我在说几个案子 为什么在银行做存款, 有些人竟然会虚钱呢? 我现在不是说在内地做存款, 在某个地方做一些 危险高杠杆的事情 就算在本地, 有些人有十多厘高息 都会输钱都会虚钱 今天想和大家研究一下, 是否银行也不安全呢? 不是的 只不过有个别的银行 有些销售人员, 可能他们的销售方式 解释都不太清楚 买的人也没有看得很清楚的条款 变成了 哎呀, 惨了 最后有两位 虚钱的陷阱 今天想和大家研究分析一下 和大家说 做定存是否可以退休呢? 我想说, 做定存是绝对不够你退休的 有没有人听说做定存会发达? 做生意发达有, 是不是? 投资 一变十变八, 炒楼会发达 我从来没有听说做定存会发达 今天想和大家研究分析一下 未分析之前, 请大家订阅, 订阅和分享 吴仔的频道 支持小弟一本新书 三岁人百岁 很多不同投资 理财退休的秘笈 但大家要小心 看到网上 有些人去卖广告 又说, 送多少本 你给老板退休 重申一次, 我们不会送书 如果有兴趣, 就可以看我的网页 这三本书都可以 在外国的网站 rex.com 非常安全的网站 扣买就不要乱去其他网站 怎样去抄 想让一些关注, 千万不要 希望大家支持小弟 我会讲一下 这几年之后 有哪些地方 放定期存款 会有四厘以上 就算不是放定期存款, 是一些收息工具 有四厘以上 我不是只说 6个月, 3个月, 12个月 我说是三年, 5年, 甚至以上 每年都有4-5厘的 高息回报 甚至一部分我自己的投资 有些是7厘, 8厘以上 每年的福息回报 今集的来源非常丰富 希望大家支持小弟 首先说一下 最近 因为有这件事 人威胁 要自杀 觉得我的投资 每个月8千元在银行 拿不出来 就廢到 就是自杀 被捕 其实真是挺恐怖 一般来说 人们会觉得 银行是比较安全 可靠 确实我觉得 银行有一定的可靠性 尤其是香港 大部分都有存款保证 有50万的存款保证 这是政府 和很多金融机构 有这样的保障给大家 是否需要500万 放10间 又不需要 那么夸张 起码至少 相来说 香港大部分的银行 都是全世界 头一百大 基本上 他们的资本军出类 他们的 PB Ratio Price to Book Value 都非常高 大部分都过了 Basso Free的协定 所以大家 都应该 不用太紧张 但真的相对地 即是银行 其实长期来说 他们都是靠 借钱出去 去做一些 收息的用途 你就算好像 郑志刚那些 那么有钱 他们现在 在银行借钱 都是说 最优惠利率 加一或两 即是借六厘 七厘以上 都不出奇 其实很多做生意人 包括 小弟我 我不是做金融的 我呢 经常都跟银行有交流的 经常 都是 做生意 这变成 我对息口 对利率 非常敏感 我想说 大部分 现在 做银行借钱 都起码 6厘 甚至7厘 8厘 看你是否中小企 我们这些 中小企就更加贵 所以 我也不会经常借贷 确实银行是长远 都是这样赚钱的 包括 有一部分是 借长债 还短债 做一个 适差的套顿 去赚钱 所以 为什么银行那么好 现在给你四五厘 除了有部份 是放在外国的债券之外 定期之外 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 和借贷之外 其实都是靠 不断 新财 扣债 长远 债息 去赚钱 这个叫 arbitray 吐息 利用 去赚钱 当然 现在银行做生意 不容易 基本上不是太多人 借钱 投资 也不太多人 再买楼 变成银行 其实要赚 都是赚 收束费 行政费 基本上 不是那么容易 他们 会推销 理财产品也有 投资的 基金 债券 甚至一些保银产品 什么都有 不出奇的 其实现在 市场上的金融产品 是很多元化的 包括 很多人都问我 就是关于 一些外币的挂勾存款 是否可以 因为有些 都挺夸张 我见过有些最高 14厘 哇 哪只外币 当然 前几年很多 澳元 纽元 你知道 这几年跌一跌 十几十个百分比 有部份 现在也在说 小泽 英镑 听闻也有十厘 为什么人会出事呢 跟大家讲一下 最近很多人接触 这些叫外币挂勾存款 有一个超过十厘 但是 其实它背后 是在做一个 沽出一个 期权 应沽期权 叫做 Shopput 这个期权 其实你收了期权金 但你因为到时要行使 假设 例如 现在港币对英镑 9.54 一个英镑 对9.54 它行使价是9元 什么意思呢 即是 如果 到了到期的时候 如果 不跌穿 这个价钱 不跌穿9元 你就稳稳定定 赚到10%的利息 假设行使期是 一个月之后 我当你放10万元 我当你放10万元 OK 10万元 那么 你知道一年的年息 10厘 每个月 都有 800多元 883元 如果 到时就不跌穿9元 那么 英镑与广 ses8亿 相当的 都是 区域 产是9-9.5美金之间 产是 bears 三乎 产身上 Conf 但是萬一跌穿了你的慘力就要截貨 一跌穿,例如1英鎊跌至8.9英鎊跌至8.9英鎊 到時你就要換成9英鎊 最後你會給11,203英鎊 即是9萬多元,你就要虧一千元以上 值不值呢?大家健硬才知道 其實這些掛鉤的存款也好,有些說定期存款 一年做12次,做12個月 每個月好像輕輕鬆鬆,鄧子豐賺800多元 但是一年12個月不會停在某個價位,因為會升不下 一萬一跌穿9元這個水平,你就慘了 你就要接貨,你就要接英鎊 所以其實基本上是一個對賭的行為,所以大家要千萬 小心謹慎,我自己肯定不做 我真的有聽到一些聽眾做了這些,虧了錢 不是單止這麼簡單,只是虧了 1、2% 而是虧了10%多 當然,如果你連續看,好像一、兩年不斷跌的貨幣 你看錯了市場,你就慘了,你真是會虧錢 大家一定要小心 所以什麼時候我覺得,外幣這個東西都比較高風險 有個案就說,職員不斷地遊說,人們去換這些外幣 除了換外幣,本身要有差價 因為不斷虧錢,令很多人虧了一大截 這些都是屢見不鮮的事情 所以 大家要投資,都要清除自己的投資年期和回報 好了 另一邊我想說 究竟 定存 是為什麼不可以退休的呢? 很重要 為什麼 我假設你放100萬 是不是 今年 好,有4、5厘 我想問一下大家 有一點印象,2018年,2019年 2020年 那時候的定存是多少 沒錯,大平權均是只有1厘 一極都是只有2厘 看你 放在哪家,富X運王,X運王,X運王可能高一點 但是大部分都不會特別高 所以剛剛2022年和2023年 為什麼我去年做一個定期存款最好的時候呢? 因為去年平均港元也有5厘 對呀,不要小看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 過往的五年基本上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從2008年 海小之後 其實利息 長期在低位是接近0% 基本上去到2013年 息口才開始慢慢上漲 去到2018年 去到一個頂位又 接著又慢慢跌下來了 疫情的時候,美國是跌到0%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時間 定期存款都接近是0% 所以 基本上你放100萬 過往的五年 給你 每年賺1萬元 然後複式完全賺1萬1千元 OK,接著是1萬2100元 那就比你聰明一點 前年有2萬元或者4萬元 不等,加起來 4211,加起來是多少 這麼多年都是7萬8萬 五年平均只有7萬8萬元的利息 再多5年,再多5年 是不是都這麼高息呢? 亦未必一定 聯儲局現在已經暫停了加息 看到期貨市場 很明顯下年最快6月份 美國開始減息 有人預期下年最少會減1厘 所以 現在在做4厘,不好意思 下年只有3厘 在後年有機會 人們預期有2厘 如果通脹 現在都是3的水平 或者是下年到2的水平 大家就明白我什麼意思了 其實做定期存款 不一定別人想像 可以長遠地收息 你退休 做定期存就對了 你退休,想定定 但做定期存就不會令你發達 因為真的 長遠來說 無論我本 一千個收息的理由 我們也有說過 即是你做一個 Saving Withdraw Ways 一個4%的Saving Withdraw Ways 說你複式滾傳 如果你找到一些投資 2-3%的東西 但很可惜 你最多最多 如果通証都是2-3%的話 你筆錢就最多用18-20年 我看不到 所以 你不可能 用這種方法可以賺到很多錢 或者退休 假設你很厲害 好像股神一樣 平均每年10%的回報 厲害的時候甚至是20% 或者你放在美國的S&P500 平均這幾十年 由8-10%回報 好像這隻蜜蜂 我在書中也說了 這隻蜜蜂 這隻蜜蜂 從20歲開始就投資 投資到30歲 每年 都放一萬多元 放一萬多元 然後後面那35年 不斷複式滾傳到 64歲 你有3000多萬 不是 5000多萬 這麼厲害 除非你用這種方法 否則如果你30歲才開始投資 讓你投資35年也好 基本上你最後到4歲 每個月 最多 都只有325萬 只有這麼多 你說很好 325萬 但是要想清楚 325萬 在香港 夠不夠退休呢 如果你一年 你花了 18-20萬 當你20萬 每個月花了 16000 很正常 香港花了16000 租樓也沒有了1萬 或者說你不用租樓 你說我生活的 很多人 8000-1萬元 花費都要 你真的325萬 可能 足夠你18-20年 不是特別多 所以 基本上 你說 給你今年 放100萬 做定存 或者我退休了 你退休了 有400萬 做定存 那麼你一年收5% 很厲害 放美金 這麼厲害 5%的回報 一年也有20萬 很輕鬆 每個月有16000 但是你要記得 要記得一件事 你是一年之後 一年 後 不懂得看這個後 就寫這個後 一年後才收到20萬 所以真的不是別人想像中 那麼容易 那怎麼辦呢 你當然 我就要怎樣 我就拿380萬 去做定期存款 你預定了這20萬 就現在代了在身 去花 你才可以每個月 花600萬元 一年後 你才可以多了 18-20萬 所以呢 什麼時候呢 我都經常說 你一定有一個 有一個好一點的 預算 有一個被動的 一個被動的收入 不只你一個 本身你一定的儲蓄 一定的儲備 儲備 你沒有了這個儲備 你搞不定 最少我覺得你一定是 你預計了自己有6-9個月的儲備 儲蓄 備用的儲備 他 應付你的生活 尤其是退休 當然不止這個數 最少你都是 12-24個月的儲備 我本書中也說了 好了 有什麼方法呢 包括我分享一下 有什麼是4%以上的 這幾年 無論2023年 去到2028年 有什麼 重要的 方法呢 有4%以上 好了 第一件 一定不是定存 我想說 債券 為什麼我認為債券 仍然可以有4%以上 債券 因為 基本上我相信預期 這幾年 息效也不會大幅回落 除非有黑天鵝事件 你說有沒有可能 也不奇怪 現在各副債券平均有4%以上 十年期的 去到4.5%以上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 頗好的投資選擇 你又不懂的 你可以買什麼ETF TLT 什麼都好 基本上很多都有4%左右 還有什麼 美國的貨幣之外 當然是綠色債券 綠色債券現在 政府有多少 4.75% 也有 或者銀色債券也有5% 這些都是一個頗好的 這幾年英國政府都不斷推出 亦未到期 這幾年都有4%以上的投資 當然之前買了一些 綠色債券甚至賺了錢 有些人說 多謝我 不用多謝我的 你聰明 之前100元上市的債券 到101元 或者101元 多了 大家自己上網看看 綠色債券 說完這兩件事 還有什麼 什麼是 比較高息的 又可以低風險一點 其實還有很多 包括 我自己覺得 一個選擇就是 公司的債券 其實公司債券 現在都大概 有5 到6厘 我講了美國的公司債券 甚至有些是更高的 當然要看自己的風險位置 你懂得分配 我仍然建議 如果你自己個人買債券 都可以買A A AA級 AA級相對少一點 可能蘋果會有 或者AT&T的公司也會有 或者如果你選不到A級 甚至是B,B,B級 這些都是一個選擇 看看哪間平級 有些叫B加 B,B也有 所以 這幾樣東西 都是一些比較好的 最後講到我自己 有什麼定期的事情 我自己有做的呢 大家知道我是很喜歡儲錢的 我一向都很喜歡 投資也很喜歡儲錢 除了基金之外 基金當然 一定會有一點點上落波動 10% 5% 或者15% 這些就走不掉 當然每次 如果你捨得在低位入市 包括之前 2018的低位 好像是2020 2020年的低位 你肯積極入市 基本上 找得住陣子 也不會虧錢 一直在賺錢 甚至上年 2022年 我都覺得 一個挺好的位置 上年跌到一個挺低殘的位置 小弟也有入了少少註碼 好了 到2023年 我呢 除了有投資之外 我亦有做定期 和儲蓄 定期呢 我之前也大約做些四厘 銀行的儲蓄 那 不要開名了 哪一家 其實有很多 大多都四厘 同時 我亦有做些 零存整庫的東西 不斷生息滾傳 這也是挺好的 這幾年 除了我一向講 我自己有做一些儲蓄的產品 即是蜜桃 香蕉 菠蘿 之外 最近 也研究了一個方法 我放一筆錢 五年之後一次過可以拿回20% 你想一下 其實除了這五年 平均每年都有4%的回報 連續五年 就不是說今年 定期存款只有4厘或5厘 不單止這樣 假設 如果我放100萬 基本上 五年之後我可以保證 一定是保證 一筆過 拿回20萬的本金 也算 不錯 即時拿的 然後我有去滾傳 之後 例如我想 像之前西瓜一樣 每個月 五千元 五千元 也可以 或者 六千元七千元 也可以 到我第八年之後 每年 就拿六萬元出來 第九年 每年 七萬二千元 然後就八萬四千元 也可以 看看你自己 如何 消費 儲蓄 但如果你想長 拿長 我建議 像之前 西瓜一樣 每五年 遞增一次 每年 遞增一次 或者每個月 拿五千元 過多五年 每個月 六千元 過多五年 又七千元 起碼 四五十歲 六七十歲 七八十歲 不斷地 遞增 到你八十歲 每年 是拿十幾萬 每個月 拿一萬元 所以 我自己的儲蓄 儲蓄的方法 當然 甚至有些人說 有沒有 簡單一點 當然有些 再簡單一點 例如 我現在 一筆過 我放 假設 一筆過 我放一百萬 之後 我想 一次過拿二十萬 我拿二十萬出來用 之後 我 不動 到他不斷複色滾傳 到第十年之後 我可以 每年 拿十萬元 我講每年 每年十萬元 這樣拿 那拿多少年呢 不斷拿 40到50年 這是一個 很好的方法 讓人們退休 加加密密密 其實你是不斷複色滾傳 說的是 起碼拿四至五倍的錢 這是一個長遠 讓你退休生活 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的媽媽 我自己 都是用這種方法 不斷複色滾傳 退休的 當然你想知道多一點 可以看我這本 三歲 八十很多不同 投資理除 退休的方法 知道如何不斷複色滾色 做到複色增長 的方法 真的有很多例子 不盡說了 聽我之前的節目也知道 所以 我稱之為 榴槤 什麼生果都沒有所謂 我 給大家看看 我知道我如何複色滾傳 如何短時間 拿到四厘的回報 這裏是每年四厘的 連續五年 這裏都拿成二十萬 還有之後 每年 你都有10%的回報 一定是靠時間 最重要最重要 不是你靠 怎麼拼老命 怎麼拼大市 怎麼可以 和貨幣掛鉤 不要搞那麼多 時間 是你投資的最好的朋友 儲蓄都是 做任何事都是 時間 所以今集我的主題就是 時間是你最好的朋友 所以 記住 定期存款是不會令到你可以退休的 退休之後做定期存款 是可以的 你有一千萬 你還沒拿 現在做定期存款 每年 和美都有五十萬 每個月都有四萬多元 但是不是 如果你沒有儲蓄到一大筆錢 那你一定要想清楚 怎麼可以 時間和時間競賽 怎麼可以複式滾泉 做到財富 滾泉 滾息 財富 去不斷增值你的財富 做到退休收息的效果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給我讚好、訂閱和分享我吳仔的頻道 下次再和大家說更多關於理財收息的東西 下次再見 拜拜